两个桃子教你学会英语九大词性 第一个名词 名词是表示事物的名称 是什么 他们的名字是桃子 所以桃子就是名词 第二个形容词是用来修饰名词的 什么样的桃子呀 黄色的桃子 所以黄色的就是形容词 第三个动词干什么 我吃桃子 所以吃就是一个动作 动词 第四个副词是表达的方式 例如我快快的吃桃子 这里快快的就是副词 第五个竖词表示数量的多少 有几个桃子呀 两个 两个就是竖词 第六个代词是事物的代替 两个桃子我们可以用他们来代替 他们就是代词 第七个冠词 一般放在名词的前面 有呃 呃 三种 第八个借词表示的是方位或者是时间 比方说桃子在哪里呀 在我的手上 在什么什么上 就是借词 最后一个连词表连接 这个桃子和这个桃子 和就是连词 你都学会了吗 点亮小红星 收藏吧 期待 收藏吧 好